还记得我们在星期五的节目说的吗 我们在上面说两党都会做同样的事情 民主党会觉得他们很棒 把输的没那么惨 重新定义成史诗级的胜利 共和党也会什么都没学到 把淡红色的池塘当成是红色海啸 其中选举结束后 拜登走上台 拿着麦克风 接受光荣的胜利结果 但是我们不能说 就拜登不要脸 都输成这个样子 还在说这个胜利 因为这次民主党真的是 出乎意料的好 油价战争通货膨胀 各式各样的议题 结果还可以选成这个样子 真的是非常不简单的 以美国历史来讲 这个其中选举 通常都会很大的翻转 除了2002小布希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是因为911恐怖攻击 凝聚了全美国 所以对于Joe Biden来说 对于这整个民主党来说 这次的选举就算输了 但是也算是个胜利 所以他当然不会浪费这个宣传自己 政治方向的机会 所以他就上台说 这次民 胜利的一天 很奇怪 我记得前几天他还在那边说 民主命在旦夕 就现在民主 alive and well 活得好好的 充满着生机 无限的能量 照样着我们的前方 好像之前的危机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不过他这次的胜利宣言想要说的 就跟我前几天说的一样 他在说的就是 美国的方向 他的政策方向不会有任何的改变 他是一个完美的人 政治方向绝对正确的 虽然他是依靠COVID跟邮寄选票作弊赢的 而且在竞选的战术就是把自己锁在地下室6个月 而且还把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国家 所有的东西全部丢到垃圾桶里面 他在这边说的就是 他了解很多选民生活还是很困苦 但是 保护我们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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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这边说的就是 没错 我了解很多人过得很惨 很多人很无奈 但是我们就是在做我们该做的事情 重新的建立这个国家的灵魂 这里是你们左派崭新的救星 跟左派的麦基喜德 Malchizedek小罗斯福一样 跟左派的弥赛亚欧巴马一样 一个失智的老人在说 他们拯救了我们 我们的灵魂被洗尽了 因为 John Featherman 进入了参议院 大家越来越体面了 OK 雨过天晴 艳阳高照 这个演讲出来的四天前 我们的共和国还是 边临崩溃的危机 根据Joe Biden 我们不只躲过这个世界末日 而且现在地板都在发光 太阳都变得柔和了 世界太美好了 连人都变得知书达理 你儿子都考试考100分 就算考0分也可以进大学 只要他的肤色正确的世界 然后Joe Biden在你的身后抱着你 闻着你的头发 太美妙了 你可以感觉到你的灵魂正在成长吗 然后他就被问到 你有没有要改变什么 既然现在你的认同率只剩下44% 然后你刚丢掉了众议院的控制权 然后你没有失去参议院的原因 是因为共和党去附近的流浪和救援中心 找了个候选人 总统大人 你有打算利用这次的胜利改变什么吗 我会继续留在哪里 我认为我完全明白 我完全明白 我认为我说的错 我说的错 我什么都不会改变 因为我是 他们现在才发现我们在做什么 所以他们一定会更爱戴我 这是一个政治的现实面 身为一个虔诚的有信仰的人 我一直都相信神永远都在使用政权来告诉我们的掌权人 有多么的 还有我们人有多么的无知 因为神都会使用最滑稽而且最可笑的方式来做到这一点 这个一次又一次不断的发生 希拉蕊她这一辈子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当总统 这是她这一辈子唯一想做的事情 各位如果还记得的话 希拉蕊2016的时候是帮助川普拿到共和党提名的 她希望川普可以获得提名 因为她觉得怎么可能会有人选川普 她得到她想要的了 然后就在她想拿到最后的总统大位的时候 她输了 神的公益伸张了 欧巴马认为自己是一个世界的救星 诺贝尔和平奖得奖人 跟全世界的领导人都不一样 有一个充满智慧而且独特的人 在她的带领下她可以有一个欧巴马一世欧巴马二世 然后传到千千年万万年 然后她要把白宫的钥匙交给川普 全世界都认为川普是一个电视上的人 没有任何政治经验的大嘴巴 神的正义彰显在欧巴马的政治生涯上面 然后川普想要人气 他希望他是全世界都爱戴的人 他爱人气爱点阅率 结果却因为他的大嘴巴 天天在推特上面找人吵架 他失去了这个平台 他变成他自己最大的敌人 最后他竟然输给了美国有史以来最无聊 最没有能力 而且老人世代的Joe Biden 我们先不用提说 这个什么什么是不是作弊 然后Joe Biden认为他自己是个幸运之星 他做什么都非常幸运 他当副总统也是意外的幸运 然后他意外的得到民主党的提名 然后意外的幸运的当上总统 现在他幸运的躲过原本应该是红色海啸的其中选举 他认为他只要继续这个样子 漫不经心的做事情 继续当个老人痴呆 世界就会变得更美好 神会使用我们每个人的自己的人格缺陷来修剪我们 Joe Biden的缺陷是什么 就是他有无限的侥幸的心态 例如像我这个人在篮球场上面 我是在罚球线上投篮都是石头临重的 然后我就一直以为我自己是Steph Curry 然后一直从中场投篮 结果在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下竟然静了 所以从此以后我就认为我自己跟Steph Curry平起平坐 我超强的我什么都不用改变 Joe Biden这个地方也是 没有错全美国的人都在我面前闪红灯 75%的人认为我有问题 我做的很有问题 但是我干嘛要改变 我才不改变呢 OK 你就继续 好我们继续 Joe Biden说 我知道通过膨胀啊 我知道 但是 我很有同情心啊 我很有同理心啊 就算我没有任何同情心 同体理心 但是只要我一直说 你们就会应该觉得我很有同理心了吧 我没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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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能够取消费 但是我仍然觉得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 我们已经带了 我们已经带了 铁锅价钱 大概1.20元 1.20元 我认为 我认为 我们本来就没有经济在萎缩 我们经济本来就没有在萎缩 没有错 他只听得到 他想听的声音 A lot of things we can do to affect the things that people need on a monthly basis to reduce their inflation their cost of living and and so but I am optimistic because we continue to grow and at a rational pace we are not anywhere near a recession right now in terms of the growth but I think we can have what the most economists call a soft land 呃 对 等一下我要去加 7块美金一加轮的油 对他来讲是一个 Soft landing 安全降落 接下来他被问到 他会不会担心 共和党的人 会去调查他的儿子 Hunter Biden的历史 然后他说 不会啊 不会啊 Hunter Hunter是我见过最聪明的人 他喜欢从地毯上面 用鼻子吸 起司粉 这就是我们拜登的传统 OK 只要是拜登 都这个样子的 最终的问题 Republicans have made it clear that if they do take control of the house that they want to launch a raft of investigations on day one into your handling of Afghanistan the border they want to look into some of your cabinet officials they want to investigate you they may even want to investigate your son what's your message to Republicans who are considering investigating your family and particularly your son hunter business dealings lots of luck in your senior year as my coach used to say look i think the American public want us to move on and get things done for them no 这就让我们看下去 挑衅你的对手 来去调查你的儿子的黑历史 是个很独特的做法 我们慢慢看下去 然后他被问到 你现在要面对 共和党掌控的国会了 你有什么对错吗 然后他说 不会啊 我们跟共和党都好得很 他们会妥协啦 我人这么好 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 又爱纹小女孩的头发 所以他被问到 所以他被问到 你2024会不会出来选总统 这个是这一片的重点 他不但不会改变 现在任何的政治方向 而且还会出来选2024 很讽刺的是 这次共和党没有大赢之前 民主党就已经准备好 要把他丢 绑起来丢到河里了 就奇迹发生了 没有想到 突然一个英雄出现了 这个英雄的名字叫做 史上第一无能的共和党 他拯救了拜登 又一次的幸运 OK I'm coming Joe 我来了 然后他现在就不用在河里面喂鱼了 所以这次他会继续参选 而且现在他很有理由参选 所以讽刺的地方就是 民主党这次很不想要的就是 这位老人家继续参选 但是他现在一定要选了 民主党无法避免 Joe Biden的2024 我们可以看到 拜登真是非常开心的 再一次幸运的做到了不可能 他庆祝的方式就是 在台上慢慢的走路 然后小心的 避免踩到电线摔倒 2.3%的美国在选择投票 说他们不认为 你应该选择选 你应该选择选 什么是你的讯息 和你最终的 你最终的选择 要选择选择选 它没有 你应该选择选择选 所以是美国两党哪一个 可以从这次的选举结果当中 学习到自己的败笔 不要再当神经病 就会进步 就可以提高2024 胜选的机会 谁什么都不改变 继续犯同样的错误 就是会输掉选举 Joe Biden没有学到任何东西 那我们要问的就是 共和党有没有学到什么 共和党要学什么 要从中间得到什么 如果共和党要学到 什么东西的话 就真的就是要彻底的改变 我们真的要改变目前的高层的状态 我知道听起来很糟糕 但是通常如果一个球队很烂的话 总教练就要被开除 公司的领导阶层很烂的话 然后老板不改变的话 也不换人的话 公司就是会倒闭 共和党内部需要有大改变 某些领导能力的人 年轻的人 热血的人 需要起来承担责任 很多老一辈的 然后他们要为自己的政治生涯 一直妥协的人 他们必须要下台 但是共和党的领导人 就是会说一切正常 我们这次选的非常棒